在用Mac之前我一直很好奇很多的苹果电脑用户可以不用鼠标 触控版真的那么神吗 如果你也曾好奇过的话可以扣播弹幕1 那我在买妙控版之前确实很犹豫啊 因为我已经用了20来年的鼠标 我觉得我可能很难改掉这个使用习惯 也用过Windows的笔记本触控版的体验 并不能让我觉得可以替代为鼠标 而我妙控版体验的实际情况是 我大概用了一天的妙控版就已经适应了它的交互 确实很好用 那四天左右几乎可以不用鼠标了 但是在体验上它也并非是完美的 接下来的视频我会先分享如何让妙控版更好用的使用技巧 以及也会分享关于它的半年使用体验 如果你也想入一块妙控版的话 那么本期视频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嗨你好我是大雅 一个喜欢摄影和这层数码的博助 那现在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继续往下看 从外观上来说 极简峰的设计很对我的喜好 白色加银色就这么放着真的很好看 它的正面是一整块磨砂玻璃 所有的位置都可以触控 甚至四个边角都能 而它的按压反馈 其实是内部的震动马达 根据受力而模拟出来的按压反馈 这个感受真的是很棒的 所以关机之后就没有按压反馈了 它可以用蓝牙无线连接 我感受不到它的延迟 操作是很跟手也很精准的 与MacBook Pro上的操控 我自己体感觉得没有差别 反而14寸的MacBook Pro的触控版更小 体验是不如妙控版舒服的 续航的话根据我的使用频率 大概30周一充 除了Mac电脑 iPad和微信Pro也可以用 它使用的是Lightning的充电接口 基本信息就是这样了 下面有两个我推荐修改的系统设置 可以让它更好用 记得收藏一下视频 等你入了妙控版之后 就可以回来完成这些设置了 第一个进入系统设置 点击触控版 在光标与点按这个页面下 把轻点来按打开 这样通过轻点妙控版 就能完成鼠标左键点击的动作 否则只能按压触控版 来完成点击这个动作 那这个修改了 最频繁的点击操作 我觉得是能省力很多 方便很多的 第二个设置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在辅助功能中 进入指针控制 在妙控版选项打开 使用触控版进行拖移 拖移样式改为三指拖移 这样只需要滑动三指 就能完成按住鼠标 左键并移动的动作 比如在文字上 可以三指滑动来直接选择文字 或者三指滑动可以直接拖动文件 这是不是比按住鼠标拖动文件 来得更轻松更舒服了 那这里还有一个使用技巧 一定要记一下 那最开始我在体验三指拖动的时候 其实也挺苦恼的 就是它的移动范围大的话 描空版的大小不够时 我怕松开手指 它就会放错了位置可怎么办呢 后来我发现移动距离 可以根据移动的速度来变化的 比如移动慢它的距离就短 如果你移动的快 那么它的距离就长 而且如果移动的快了还是不够的话 那就可以快速的松开手指之后 再放回去接着移动 直到移到了目标位置 再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在短暂松开三指的时候 文件并不会被确定放在这里 而是在等待着你继续操作 如果这个时候单点一下 它就会确认位置 我也正是在完全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 才让我彻底不用鼠标的 最开始的适应期 我需要拖动一个文件的时候 还是需要把鼠标拿出来来移动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可以滑动的更好 而且我可以一直保持摁住嘛 那希望我的分享 可以让你更快的适应它的操作 妙控板其他的交互也很方便 也比较符合操作的直觉 比如双指操作时 在页面中双指上下滑动 就可以直接滑动页面 网页浏览的时候 还可以用双指左右滑动 来完成前进后退的操作 双指捏合或者旋转 就可以直接放大或者缩小或者旋转 四指操作时四指上滑 可以显示当前桌面全部窗口 用这个就可以快速切换窗口了 四指左右滑动 可以在全屏软件中切换软件 另外还有拇指加三指捏合 进入启动台选择软件 它的张开就可以显示桌面 其实在系统设置中 所有的触控操作 都有动图的教程 那看一看跟着做一下 很快就能上手了 而其中很多基本操作 我在刚才的介绍里 也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怕忘记的话 你可以收藏我的视频 记得我来翻看一下 好最后来和大家聊聊 我的使用体验方面的内容 那在使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 我就认同了 妙控板是Mac电脑最好的配件 必备的配件 这样的评价 因为它的操作方式 正是MacOS的交互闪光点 从单指到四指的操作 把触控交互做到了 可以完全替代鼠标的第一步 它的精准度和丝滑度都很好 甚至在MacOS上 我觉得它比鼠标更加的高效 更加的好用 它绝对是一个值得购买的Mac配件 然而它也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有几个小问题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妙控板的好用是以手腕的酸痛作为代价的 因为它真的太薄了 在多年的鼠标使用中 我的手腕和手掌基本已经习惯了那种趴握的姿势 在最开始的转换使用中 我的手腕很快就会觉得酸痛 手指关节也会觉得酸痛 因为在妙控板上 所有的移动重点几乎都全部落在了手腕上 而手指也变成了更加垂直的操作 而非趴在鼠标上的那种按压 这是一个生理上的适应过渡期 我觉得可能会因人而异 我大概是用了三周左右的使用来过渡的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 也一定要时不时转一下手腕给它放松放松 另外就是它的面板毕竟是剥裂的 它是有破碎的风险 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磕碰和跌落问题 另外如果你的手汗比较大的话 我可能不推荐使用它了 你可以试一下手指有汗的时候 在锅底上滑动的那种顿挫感 体验并不会很好 最后就是充电问题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受 那现在我的桌面所有的设备都是C口的设备的 除了这块妙控板 它还是L口的 为此我依旧需要准备一根L口的线 来给它专门充电用 就确实感觉到很难受 如果下一代换了C口 我觉得我一定会还 OK看到这里你觉得妙控板如何 想要开始尝试一下了吗 或者说你已经在用的话 也欢迎补充分享你的体验给大家来看一看 那对我来说 L口和容易手腕酸痛的问题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对你的选择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给我一个三点鼓励 也欢迎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看一看 那最后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别忘了关注我 我是大牙 下期视频见 拜拜